我觉得谈恋爱我我我我我其实怕遇到两种人 就是一种就是说还是我刚刚说特别执着 就比如说你打电话你没接你可能发一个 就是说我在忙 不停的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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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个爱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你看他还是很在乎我的 你看他多么的这个小信心 还会跟闺蜜炫耀 你看他这多在乎 但其实我就说他就很执着 就他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我还怕一种 就是说他没有共情能力的人 就我原来看过一个说这个连环杀人 他为什么能连环杀人 就他没有共情能力 他就是他想象不到别人的痛苦 就我觉得如果跟人在 比如说跟男朋友在交谈 你发现他对别人的这个痛苦 没有想象能力 他就没有共情能力 就这种人我也是很害怕的 你可能显示出来的是一种特别成熟 特别稳重 或者是有的女生会觉得 这个就是感觉什么事都搞得定 或者是感特别冷静 但是他其实是没有共情能力 那我可能是 我有共情能力 可能是这个救了我 这第一点 李老师其实我也是个病人 我就是发现 有一个什么呢 我现在啊 就是不断的要自我 就是改善自己 就是说有个 你比如说我父亲啊 他是做这个工程师的 做这个精密的 很精密的仪器的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遗传了 就是有的时候啊 我经常要提醒自己 就钻牛角尖 就你比如说 我要找你 如果我没找找你啊 你知道吗 就是并不是说 因为找找你这事多重要 而是说找不着你 这事我今天就放不下 我不找找你 我就没法开始第二件事 后来我就看这个陈世锋 不是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后来我就看这个陈世锋 跟这个刘欣在这个同居期间呢 说后来刘欣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点毛病呢 就是说太爱较真 为了看场电影 为了吃顿饭 你知道吗 就有些时候就是说 我现在觉得有些时候我就有这个错 就太爱跟人较真 比如说咱说是一厘米 你为什么给我弄个0.5厘米 就这点啊 就有时候我也能把人给熬的崩溃 那不然说你自我需要改善啊 就真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毛病 对不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之所以能在社会上进步 主要就是 我老说你认识世界不重要 认识自己最重要 你不要天天想改变这个世界 你知道哪好也不重要 知道哪不好最重要 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迅速进步 就是知道你哪不好 就这点事嘛 别改了 你比如我这个人特愿意抢话 以后我就自个意识之后别老抢人家话 这是很小的一个毛病 对不对 这就属于李老师说的 就是说你还有自知 这个很重要 但是李老师就我问您 就是说像这种性格 他发展到极端呢 他会不会是有一种妄想 就是说啊 就是说这件事情啊 必须要如我所愿 是吧 差一分一秒都不行 他一定要按照我脑子里的这个意愿 完完全全的实现 要不对了 我就疯了 很痛苦 这是科学家的品质 对不对 做科研确实像你 你做的这样 就是说尤其搞仪器啊 包括那些数字啊 他要如果错一点点 他不能接受 但是这个用在男女的这个关系上呢 这个男女关系呢 我个人还是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他这个除了刚才我讲的这个 我们的性别文化当中 我讲了一个男性 其实女性也有 记得曾经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 曾经讲 说女孩子怎么才能让男孩子 真正就找到好的男孩子 就是说你跟他谈对象 谈到九点钟说我要走了 我九点半必须回家 然后呢 这个就是在谈对象的过程当中 他就讲这个总吊着 然后呢 这个点他就说走就走 衣服也是穿的严严的 说这种的女性 往往男人就觉得 我必须得尊重你 而且我愿意把你娶回家 有原则的女性 他就觉得这种我放心 到家里以后 他今后不会去勾引别的人 或者跟着别人走 然后呢 相反刚见面 俩就在一块了 他说像这种的 真的很多男人 一般这种女性 他基本接着接着就把你甩了 所以你看网上 我经常见他们女孩子 在探讨 为什么某一种女孩 老是遇渣男 我这种 我不是说遇渣男 就是我说的渣男 就还是指 就是说性格比较极端的 我后来反思啊 不是我容易遇渣男 是我把人家变成渣男 你知道 我后来发现是这样 就我现在好很多 前两年的时候 尤其是大学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 我就说这种 不停的给我打电话 不停的打电话 不停的打电话 尾随 然后在你这个手机上 装什么跟踪软件 到什么地方 我就经常遇到这种 很疯的 然后我就在反思 为什么 然后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运气不好 老遇到这种 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自己的问题比较大 因为我的性格 是那种比较软弱 就是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别人一直示好 或者是 我就会说 我们做朋友吧 我们做朋友吧 我就不会那种 很明确的说 拉黑那种拒绝 我就说 我们还是继续做朋友吧 对 然后呢 但是就忽然有一天 我觉得我受不了 我就彻底这个拉黑 然后就是不理 那人家就忽然就崩塌了 因为在我 没有明确拒绝的时候 他这个幻想是不断助长的 那有一天 我整个一盆水浇过去 他就忽然疯了 所以我那朋友说 说 哎 你这个就是 就像这个鲨鱼和鲸鱼 本来其实是两种 不同的物种 但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环境中 所以就长出了同样的流线性 就像这个追求你 前两年大学的追求你的人 他们本来各有各的正常 但因为追求你 都是变成了同一种疯子 你也够炸的 他说这个 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那个 你还记得 这是一几年 就是砍幼儿园的第一起案件 福建南平的 对对对 这个证明生 这个证明生在法庭上 当时说这个话 就是说 这个他指一个女的 和一个他们那个卫生站站长 说他们俩太坏了 他们俩太坏了 我没办法 拿他们俩没办法 所以我就杀孩子 杀孩子你们会问我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们俩太坏了 那么这里怎么回事呢 这个证明生 我就说 后来我在分析过 他的一些心理问题 他属于就是从小到大 可能长得比较清秀 人家老夸他长得好 然后呢他很高兴 然后呢 当他知道到工作以后吧 他先在卫生站工作 那我想就是生活当中 有什么讲到成年 有时候我们大家说话 都是带有客气了 就是说真话的很少 因为现在都学会情商了 对吧 学会情商 我到你那去看病 然后回来我说 哎呀 这个郑大夫啊 你这医术太高明了 上次我吃了你药 回来就好了 于是他就觉得 自己水平很高 他到最后 居然把自己卫生站工作辞掉 他想到一个大医院去 结果大医院不要他 不要后来没办法 卫生站又把他收留了 又回来了 那么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女的 他当时爱这个女的 然后呢他追求 这女的就一而再再而三的 蜿蜒拒绝 其实你明确拒绝最好 这女的就说 您条件这么好 我哪配得上您呢 对吧 这证明说 对啊 他觉得自己条件很好 然后呢 我爱上你 你还有什么不爱我的 所以他就使劲追 追到最后 这女的忍无可忍了 于是给站长打一电话 说能不能告诉你们 郑医生 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我真的对他没那个意思 结果站长怎么说呢 站长说 你能不能别老糟饶人家了 人家对你没那个意思 你还没老打电话 给人家干嘛 就因为这事上自尊了 所以他才说 我要杀孩子 我要到法庭上告诉 这两个人太坏了 他就这俩合起来 算了他 对 他其实就是个累积的 这个过程 这个犯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 我觉得啊 就我们在这个 整个的教育系统中啊 最重要的一点是挫折教育 就是你人一定要有知道 不成 我们老觉得了 宣传的都是成功学 成功学是一个 很少的事嘛 他跟这个 就是他的成功比赌博 我觉得还低呢 但是我们生活中呢 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挫折 从来也不上这种课 西方人他有很多的这种 就比如体能训练 比如残酷的气候训练 你冬天你看那个日本人呼 那孩子幼儿园还全放雪地里 咱今天中国我保你们一个幼儿园 敢把孩子扔雪地里 那家长他这关就过不了 对不对 是吧 那在这种挫折的训练中啊 他对强化身心健康 是有很多好处的 我看到一个案例哈 我说那就这孩子挨打挨的少 那孩子是从小到大 爹妈惯着 16岁他妈 为一个极端的事情 就当时把握不住了 给了他一耳光了 他开窗户从16楼跳下去了 这就是 你要小时候老打着点吧 他就没这事了 你要我们小时候 经常爱打呀 我们这代人没有不爱家长打的 是是是 但也不恨家长 说什么心理阴影啊 没什么阴影啊 什么阴影啊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打的少了 老想不起来 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你想 我们在军队环境中长大的 军人没有一个 不是用简单的方法处理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就我小时候见到的 所有的叔叔阿姨 都是战争年约过来的 都是拿枪解决问题的 我怎么可能跟你 你没有能了说呢 那么 那么家长是这样啊 整个楼道里全是各种 每天你都可能听到 打孩子的声音 那会喊 那孩子就喊救命啊 什么什么什么 救命 打到什么程度 打孩子最少 马云说这个我小都遇到 我告诉你说 不动工具就算很轻的挨打 拿手打你都不叫打你 全是调着棍 调着尬子 什么鸡毛胆子 什么都拉出来 你听着啊 这劝架是这么劝 很有意思 救命啊 救命啊 然后呢 就终于楼里就听得见 哐哐哐 有人开门了 就去了 那时候呢 一个楼里三户嘛 一层三户 一个楼六层嘛 这十八户里 总有人出来 出来有帮帮帮 瞧那门啊 那一打开说 哎老张 大伙就得了啊 没有人说 孩子有什么权力 什么都没有 就是打 但是这些棍棒比些出来 过去他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今天不提倡 特殊历史时期 今天也不但提倡 今天依然可以 我看到那个 英国的这个 这个关于孩子的教育中 轻微的体罚 是逐渐被法律 又被确认的 轻微的 因为惩戒是让孩子 成长的必有之路 如果没有惩戒 引导是没有用的 引导 你没有惩戒 光有引导 他不往前走 就惩戒 这不能过来 过来就是挨打 对吧 法律的惩戒 你看我们看校园暴力 美国的惩戒 比我们厉害的多 哎呦 那几个孩子 美国那几个孩子 判的一辈子 出口的监狱了 所有的就是孩子 到美国留学 家长一定是这样 叮嘱校园里 一定不能怎么样 肯定每个家长 都这么去叮嘱 但我们今天的校园里 我看到 我经常看到一些视频的暴力 那我觉得 你的人性呢 对不对 在对着个女孩 屁了啪啪啪 离洞打 这太过分了 你打一巴掌 可能是你的 什么什么矛盾的冲突 什么 你都没完没了的 就是凌辱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种惩戒教育呢 应该加强 告诉他 就是不可为 就是不可为 没有余地 但我觉得 被打得多的男孩 也挺容易成渣男的 就是我有朋友 我被打得很多 还不够多 打了一会儿 我在我们那个时代 是爱打很少的 对对 我那邻居 那爱打 天天听得见 就是因为我觉得 像我有朋友 他就从小被很严重的 那个这个老师 被打到就是 我就说肠胃紊乱嘛 一紧张就开始 拉肚子什么 就是因为小时候 被打太多 那就造成长大之后 他就回避冲突 就回避正面冲突 比如说他不会吵架 他也不会提分手 就是在内心累积累积累积 然后冷暴力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在恋爱关系当中 也挺渣的 就是你不会跟人家 分享你的真实感受 所以我就棍棒打出来的 也很有 我这个必须得解释 不然一定就会 引起误解 误解是什么呢 就是打他这帮孩子里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家长非常明确的 叫恩威病师 你只要是恩威病师的 都没有后果 最怕的就是那家长 就是只有威 没有恩 这个孩子可能会有 严重的心理问题 打一巴掌揉一揉 对 会做父母的事 父母对你好的时候 而且真正会打孩子的 过去打孩子的时候 父母两个人 一定是一个白脸一个红脸 最怕就是俩都冲出来 这些完蛋了 那就生活在 有冷酷的环境 对对对 那也不行的 这个必须说清楚 他就是区别的 咱们不是说了很多吗 但是我就觉得 真正会造成这种 极端罪行的这种人呢 他也不是大多数 他只能是他极少数 过去咱们老说 这种人是不是就是 人群中的某种炸弹 定时炸弹 你比如你说陈世锋 他的性格 我估计周围几百人都会有 但是呢 因为一个女的的这个事情 做成这种事 你说他是有点什么 不同一般人的地方呢 也没有 他实际上 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 就是比如有 刚刚我说的 有一个男的追这个女的 最后把这女的杀掉 他在这过程当中 交过好几个女的 他那几个从来不纠缠 他就纠缠这一个 所以在这里的 他实际上有 有时候我们也开个玩笑 就是佛教讲的 这个上辈子有念缘 对吧 这个 当然了 这里的很重要一点 我认为还是双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女方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慎重 就是要给对方一个尊重他的感觉 对吧 你要如果不尊重对方 就很容易这种事 尤其是男的 他自尊心非常强 而且我认为陈世锋 他也当时在日本生活压力也挺大 穷 对 他是续谋杀人吗 我没看 日本警方是证实他是续谋 续谋的 就是戴着刀 就是戴着刀 他是续谋杀这个江哥 还是杀那个死的 现在呢 就说是他是续谋杀刘欣 刘欣是活着的 刘欣是活着的 是他的前女友 他是续谋杀江哥 还是把这个转嫁了 这事您就听李老师说 这我觉得挺难说的 因为从他的这个作案特点来看 我觉得他其实杀江哥的 这个意图也挺明显 对 你看他第一对他的用刀 他第一刀就非常致命 因为正常情况下 这个如果抵抗的话 都应该是先手上的 他第一刀就直接臭喉咙去 这个气管 喉咙都切了一半下去 那不是因为江哥阻拦他吗 为了什么保护刘欣 但是他其实阻拦的过程 如果我要找的是另外一个 你在这挡我的话 我应该是吓唬你 对吧 应该是吓唬刀 他这个显然第一刀就是致命的 所以我都怀疑 就是说他会不会 就当然这里的我也没法到日本去调查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江哥和这个刘欣 他们俩彼此的称呼是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 对吧 一个称他叫少女 一个叫他三叔 那也就是说叔和少女这俩什么关系 当然呢 如果直白的说我是保护他的 对吧 但事实上呢 如果在恋爱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角色 他会不会对这个三叔更愤怒 对吧 而且你看他在车站上 还把电话的时候还说呢 我给你买了点馄饨是什么 然后少女当时还说 哎呀太好了 给我买了馄饨 就他们俩的那种可能就容易给这陈诚峰一个 像是恋爱式的 对因为陈诚峰下午就来过 他下午来过这个地方现场 然后呢他晚上又来 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他有一个错觉 但是我认为这个里头我们只是一个猜测 为什么呢 因为陈诚峰如果他真是这样 他也不会承认 他要承认他就要故意杀人 他现在这个杀人叫激情杀人 哎你说他激情 我就看了一段 他故意和即便是故意不也是20年 我要故意的话性质要比基层要重 对可是我觉得 对但他日本定的就是故意 对这个他在法庭上我还看了一段 就那个问他就是说 你这个行凶的那一刻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哎他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安静 对 我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他觉得我的什么都是 我的身体好像都消失了一样 他就觉得什么 他说我也任何声音听不见 他说我也看不见 不是说不是真的看不见 而是好像周围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他那么一种感觉 那要这样的话 他还真是激情了 就是人在情绪高度爆发的时候 他往往就是已经 就是他大脑兴奋啊 因为我们讲这个人的这个情绪活动 是会引发这个大脑皮层啊 他是大脑皮层工作原理叫兴奋和意志嘛 如果他兴奋的领域越大 他意志的区域就越小 所以这个人就对这个意志的功能完全没有了 他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了 只是兴奋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能觉得周围已经没声音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可能是激情 但是我永远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要死要活的那种 但是就是说 这叫他刀 这个可是一个本质的一个跨越啊 是什么 一个平常人怎么可能给到这种程度呢 所以他就不是平常人嘛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有这个非常反常的一种 而且他挺坏的他还说那刀是刘欣给他从屋里送出来的 太不能让人容然了 他那天那个在审判的时候 有个记者给我打电话 他就问 他说的 在法庭上就变 他到底是激情还是故意 就说上海这个事 对啊 说上海的 我就问那记者 我说我没在现场 我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这女的几号死的 然后他几号辞职的 他是让他先辞职 然后再杀他 嗯 那就是故意的 就这一个情节你就看出来 我后来我说我没说他故意不故意 但是你就看这个事 平白无故让你去把 就是辞职就是 男的女的 女的有工作嘛 你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 就两天三天 就是 他辞职两三天就杀了 两三天好像 他就把那女的放在冰箱里面 好长时间 对对 关键是这时候还去跟别人开房 是不是 就是一系列后面 把你的钱存花掉 然后拿你的身份证 开了一堆的信用卡 到处透支 干什么 就这个 如果说渣男有定义 这是极限定义 但是你看他同时 他这个大脑里 又有这么理智的 这么清晰精密的一个安排和计划 而且他冰柜买的时间 让他辞职的时间 整个都是一系列的 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称是 两人吵架吵极了 我认为他不是吵架 有时候咱们就真不明白 就是极个别的这种变态分子 就是说 他要是有这么冷静和理智的一面 那犯罪要承受的后果 他怎么完全没想到 他觉得没事吗 我觉得这种人 他实际上都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觉得 第一呢 就是长远的东西 我不想那么多 第二呢 就是我相信 我这事能够躲过去 就这种侥幸 其实这种 我原来在谈到人的思维 就是一个空间思维 一个时间思维 就是你看犯罪人 很多人他缺的都是时间思维 就是时间思维什么呢 就是一生的事 他想不了这么远 这个一生有时候 我们老觉得特别长 其实呢 在我们真正那个什么的话 都很短 其实你眨眼就过去 我有时候谈这个问题 我经常在讲 我们整个这个 有时候我们这个民族 有时候也有这个缺点 我们其实中国人 应付现实都应付特别好 但是我们长远的东西 我们都做的不是太好 远见 你看德国这个民族 它的特点 所以这个可能也跟你 你这文学 我觉得语言就有一点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德语吧 德语 它是那种 就是阁位 16个阁 然后呢 从句套从句 就讲黑格尔的著作 说他们翻译黑格尔的著作 翻到三篇 没找到一个句号 这个够长远的 这就是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什么意思呢 长句特别多 他长句练就什么呢 就是说你说多远 你这个话得拉回来 有很多说长句的 说出去了回不来了 我说到哪了 忘了 所以他这个语言 就训练这个民族 他有这种长远思维 而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 这个词汇呢 都是块状的 就是短句多 所以我们有很多问题呢 都是考虑到眼前的比较多 就是我认为就是 因为思维的定义 就是借助语言符号 对客观事物 间接概括的反应 所以这个语言呢 就是德国这个民族 它的德语 就决定了 它的思维是特别长远 你看他做很多事情 他都有设计 而且他设计都是50年以上 对 而我们呢 就这个中华民族 它思维往往是块状的 像一个一个成语 对 就解决现实 所以我就讲 我们00年盖的房子 好多楼房 没特库嘛 对吧 他就没有想到过 10年20年 对 城市会发展到 对 你像德国人给青岛盖的 这100多年以来 所有的基础建设都很好 对 李老师说这个 我就想到之前还有个案子 当然几年前了 就是说一对夫妻 他们就是把一个少女骗到这个屋里来 然后就那个 就最后就先给他喂了麻醉药 对 然后就尖删了嘛 然后我后来看那个报道 那个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后来看那个长篇的报道 就是因为这个男的觉得 我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 老婆不是一个处女 然后他就对这件事情 特别特别耿耿于怀 然后而且他又怀疑他老婆 又跟别人发生过关系 就觉得你对不起我 那你怎么补偿我 你就是 给我骗了一个人 对 给我骗了一个处女 所以他们每天就坐在 就在那个窗口就开始选 哎呀 给我骗一个 骗一个这个 没有性经验 你要补偿我 你要补偿我 就他在短时间内 他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而且最后就变成 占据两个人内心的 就我要把这一块 我给补上 命运对我不公平 我要把这一块给补上 但是到这一块之后 他其实没有再想 他整个被那种 命运对我不公平的念头占据 这种也很可怕 所以就您讲的这个 他一个是时间 就是你看他肯定 恋爱要慢慢谈的话 他就不会那么极端 就是这事 这风武尝一放眼亮 对吧 将来还有机会 再有一个是空间 就他讲的 就有的时候呢 就一个坎过不去 这女的不要我了 他就变成啊 生活里没有周边的事情了 就在空间上 咱们再说一个词叫执念 哎我见过那种人 就一段时间之内啊 这件事要是弄不踏实了 我不能把它给挽回来了 我脑子里就没有别的 你看他时间上没有长远 空间上只有一个事 你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发生吗 这种情况往往是他在生活当中的 这个就是兴趣和刺激源太少 就是等于你把一个人关到 就比如传销吧 你怎么能给他洗脑 你必须把他隔绝和外界的联系 对吧 所以我们有人在生活当中的 一个健康的心理 最好的保持自己健康是什么 就是说一定在生活当中 每天要做三样以上的事情 就跟吃东西一样 就是你不是说哪个健康不健康 就是你什么都吃一点点 他那量够了就最健康 如果你只吃一个 你就肯定不健康 所以心里也是这样 如果你这一段时间就做一件事 做久了 人就会变得那叫吃 就是呆 书呆子书呆子 平衡嘛 对 所以呢就是你说那个 实际上可能跟你那段时间 就是工作有一段时间 就执着在一件事上有关 那特别容易崩溃 就是就变成人生就只有这一个事 包括陈世锋这也是这样 如果他生活当中要是 当时就是很快乐 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那肯定 他也不会出现这么偏执 对对对 这我同意 就是凡是这种案子 都是这人特别狭窄 就是圈子也小 也没地儿去 没有宣泄口 也没有更多的活动去 你比如说这人很喜欢话剧 是吧 甭管我闹成什么样 我这话剧还得看 那就不一样 那马上就会 就别有寄托 对 他这个就是想一个事 他会觉得这个挽回了 我的人生就全部都好了 就是他会在这上面寄予 特别多的 你想他当然在日本嘛 他肯定跟那位日本人 交不了什么朋友 中国人就这么几个 而且还好说话的 就这女孩 对吧 所以他到最后就特别直了 对 简直是个救命稻草一样 对他来说 但是你要说这个方向目标多元化呀 我还听到过一个渣男的定义 我问我们组里 一个90后的女孩 我说 我因为我闹不清 我说你们女孩 觉得什么叫渣男呢 他一嘴就说出来 他说第一不负责任 第二中央空调 又有新词 什么是中央空调 就是他给好几个房间 都吹暖气啊 就同时 就是渣男啊 他同时给好几个送温暖呢 后来我跟他对话很有意思 我说那个 那他怎么就是不负责任 我说男的 他说男的当然应该负责任了 我说那要是反过来 那女的要对男的负什么责任呢 他说那个妇道啊什么的 我说那女的有什么 你有什么妇道呢 他仔细想想 好像现在我们也没什么互动 你这点对话挺有意思 因为我们社会的形态会越来越多 这是肯定的 就是各种生存的形态 然后民族的差异 文化的差异 以至为未来的制度的变革 会使社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我们今天碰到的这些现象 就刚才说的这个江戈案这个现象中 当然我要不听李梅金老师说这个事 我还是没想过 我想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如果他们不是这样 你比如那个三叔跟少女之间 你从这名字上就讲 他就本身 容易让人误解 太容易让人误解了 你凭什么女人之间管那个叫三叔呢 他凭什么叫少女呢 他至少我觉得他有这样一种感受 要不然他不会起这种名字 这个还真是让人觉得 李老师这角度挺敏锐的 江戈我觉得他其实也挺好的一个孩子 真的很狭义的一个孩子 但是可能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可能不觉是个事情 但他可能就是个事情 所以不要给别人造成误解也特别重要 尤其在这个婚恋当中 这个误解有真的容易引起 这个真的杀身之祸 人家以为就是你跟他 你比如包括有些男性也是这样 比如我看你太可怜了 我来帮你一把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男女之间在闹别扭 一个男的去帮忙 那风险是非常大的 对吧 所以这种帮忙 你应该怎么帮法 你哪怕找一老大妈 你去帮忙他 对吧 你不要自己去出面 你自己出面那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社会知识 包括你说如果这个男的觉得 你们两个这个闺蜜的关系 机密程度超过你跟我的关系 就好像你这个什么都靠 这个闺蜜献计献策 好像你对我不好 或者你的这个对我的 种种言行 都是你的闺蜜告诉你怎么做的 我觉得这也非常容易引起 这个男性的这个怨恨 这个亲密关系啊 和这个占有欲 您觉得是什么 是有矛盾吗 这个有些人的占有欲特别高 但是呢 这个占有欲呢 我觉得可能是天性的东西 就是说 无论是这个 包括动物吧 还是人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 就觉得这东西是我的 你看小孩他都知道 这东西拿回来不给你 你用外人说 把你给我吃一下 他马上都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倒不为过 就是说他不算什么错 你比如说 你既然要跟我好的话 我得到你也是 就是我本身就想跟你好 所以这个占有没有问题 关键我是担心 就是说 我说在生活当中啊 就是人和人 尤其是男女之间相处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呵护对方的那种自尊 然后不要给他造成错觉 这两个东西特别重要